好,大家好,欢迎来到K站空间晚间的节目,旗鼓响当当 我是炯德,欢迎大家 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这一张图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这一集有看到的投资朋友们 我相信你在今年年底,快的话 今年年底,慢的话,在2022的第一季 你就一定会看到不错的收获 你就一定会有不错的收益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必须要相信 那如果你不相信,那当然那个就另当别论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现在你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张图 这张图告诉你的是什么 通常我们在市场上,我们会把所谓的分析师大概分门别类了 把它就是去做一些派别吧 技术分析派,基本分析派 然后有的人专门讲筹码,有人专门讲价量,有的人专门讲什么 对吧,然后有人专门讲 讲一线 对吧,有人专门讲那一根就是大家都没办法把握的天线 连公司的大股东都不见得一定能掌握的那一根线 那偏偏有人就认为说他有办法 那这个随便,whatever 那重点是说,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认同技术分析 那么技术分析它之所以它的一个利润的基础条件 它之所以会被市场上大多数的人认同 就是因为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你看到的 在右上角的地方我有写了 认同市场上的一切行为 合理的不合理的只要交易的价格走势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它通通都是合理的 你都一定要接受 你不认同你就犯了兵家大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价格走势呢 它通通都会形成一定的趋势 而且价格一定会以趋势的方式来演变 比如说 比如说 止跌 然后呢反弹 反弹 过压 开始走回升 回升之后呢 再突破上方的压力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价量起扬 这个时候趋势就开始怎么样 正式进入多头 对吧 然后呢 多头的走势走完了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开始在高档爆量 爆量了之后呢 然后就会开始怎么样 价格走势就会出现反转 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是周而复始一定都会这么发展 所以第三点就很重要 我们把它称之为历史会重演 我这边就特别来举一个例子 我这边就特别来举一个例子 各位注意看 左半边 左半边的图 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 已经发生的 而且可能即将快要结束的 那右半边的呢 它是正准备要发生的 那这两张图你要怎么去解读呢 我把它并在一块去做一个比较 那待会 我待会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我就会讲到这张图 那你把你耐心把今天的节目听完 你认同你跟着我做这支股票 你绝对会有很好的收获 好 那我们先把节目的这个重心 我们从头开始 我们把它抓回来 好 稍微等我一下 今天要露个脸 今天要露个脸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远的就都先不要说了 因为远的 你说了也没有意义 大家也不见得知道对吧 现代人工商社会都忙 你说我某年某月某一天 什么时间我讲过什么东西 他有耐心的人 他还真的会回去怎么样 去找资料 但是一般的人 每天要从网路上读取这么多的资讯 他没有那个美国时间 所以说远的真的 我不是怕你查 你可以尽量去查 基本上我这个人呢 我不造假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那我们就先从近的讲起 近的什么时间 今天14号吗 我们就讲昨天 昨天我说什么 做空大盘低接个股 但是我有特别讲 做空大盘有做空大盘的要件 对吧 昨天下午盘到夜盘的时间 他有一个多方的转折位置 如果没有赚稳 那就会下 这是我昨天节目讲的吧 没有错 然后我说低接个股 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间大盘的整体变化 低接个股不是随便低点 你认为到了你就接 价格走势到了那个低点的转折位置 他还要出讯号 确定这个地方是已经止跌 可以开始怎么样反弹反转 这个时候才能够去进场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一点 就是大盘的走势的变化 这个你一定要把它参考进去 好 我们现在先抓回来 昨天我讲了什么 昨天我讲说做空大盘 对吧 分析到位 交易要不要到位 应该是要到位 应该是要到位 那我们先抓回来看 我们先抓回来 毕竟晚上的节目是旗鼓响当当 我们晚上的节目 不会只是单纯针对股市 我们也会针对大盘 把大盘当作一档标的 然后我们来做技术分析的教学 同时我们另外可以掌握怎么样 另外可以掌握一些 大盘后续的走势变化的同时 这个时间点反而什么股票 他会出现机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彼此互相去对应的 那我们先看回来 这个是今天下午1点45分 右边 我们现在指挥棒看到的 这个是外资 那外资他的未平仓进空单 从昨天是25750口 到今天1点45分收盘的时候 已经变成是26528口 表示说他的未平仓进空单 单天是增加了778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现货是跌了168.23点 没错 然后外资今天是卖超155.98亿 对吧 所以今天怎么样 跌是相对重 今天跌是相对重 没有错 跌是相对重 那我们看回大盘 我们看回大盘 各位可以去注意看 我们看回大盘 然后我把它用日线看 这个我下午的时间 我已经有特别去讲过了 各位要在这边要去注意的是说 你看大盘 这个位置上 这里是双底紧线 对吧 紧线的位置已经跌破 而事实上大盘上方这里 这个位置 第一次1803是没有过 第二次1803是没有过 然后呢 昨天我说有一个转折的位置 就是在紧线的位置嘛 那但是呢 今天怎样 紧线的位置正式跌破了 我把这个部分把它延长 把它延长 好 那紧线的位置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根K 这一根黑K 这一根黑K 中长黑了 他把它正式跌破 那台子期夜盘的部分 直接在下 台子期夜盘的部分 直接在下 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欧股 那欧股今天来讲 到目前为止算是 算是短线止跌反弹 然后算是短线止跌反弹 那这个位置上 应该要怎么操作 讲大盘 其实你分析大盘 不外乎你是要看 整体的市场氛围 是多空 应该会比较偏向哪一边嘛 那当然更好的就是说 你又能分析大盘 你又能够找到对应的标的 然后你又能够去操作 对应的标的 然后还能够赚钱 这样的话就会更好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 要事先讲 我认为说 现在的社会 金融市场的环境 对于所谓的投资顾问 这个分析师的角色 我认为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事后分析不要做 那应该要做的都是能够事前分析 当然事前分析要对谁做 当然一定是对自己的家人做 我这边所谓的家人 就是我把我的会员当成是家人 这样清楚我说的意思 所以我跟我的会员之间 我们的互动是完全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你是老师 我是会员 然后怎么样 没有这些问题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就把你当家人看 一样的 然后呢 你想问什么 我就回答你什么 我 我不会 总之我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当然你 你 你 你数个 你数 你 你设立了一个距离 跟我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那这个我当然我也没有办法 对吧 但是我我绝对会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 这样OK 那我怎么证明 我怎么证明 很简单 这个是今天早上 我都在TG群里面的图 那你如果要加入TG群 你想要收到这样的图 很简单 那你就去 你就去扫这个QR Code K站空间旗鼓响当当 这个QR Code 你扫进去之后 你就会收到上面的图 刚刚我 我 我给你看了那个图 那你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扫这个Li-A的QR Code 然后你有问题 你就可以怎么样 对我做提问 然后我就会告诉你 这样好吗 当然你必须清楚 我这么做的用意 不外乎两点 一 我希望你花钱跟我学技术分析 第二 学会技术分析之后 其实你 你还是可以跟我互动 至于你要不要加入会员 或要不要怎么样 那个是 是你个人的需求 我先讲 我最重要的 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你跟我学技术分析 学会的技术分析 那个就像是 学了一技之长 你不可能永远拿了一手好牌 当这时候 当这手牌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样把它打到 能够赚钱 这个就是本事 那你评的是什么 你评的就是技术分析 这样讲 懂我说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回来 光说不练没有用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什么时间 这个是 今天早上 我丢在TG群里面的图 然后我说 17720这个位置是今天的白天的多空关键位 那站不上这个关键位就是空 站上这个关键位才会是多 多空关键位当天的用意就是这个 这样清楚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如果说站上关键位 他会往上挑战什么位置 我都把它写的一清二楚 上方的关键压力在哪里 那如果没有站上关键位 下方的关键支撑在哪里 我都写的很清楚 好 这边写的 17586 17527 有没有看到 17527 没错 没错 来你看到分析到位交易是不是也要到位 这边的时间 你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早上中午的时间 12点09分 收盘了吗 还没收盘 什么时间收盘 下午1点45分收盘 没有错吧 好 那我对我的家人 我对我的会我说了什么 我说台子12收盘前 要是站不上17660 站不上17660 那这个波 这一波至少 短线上这一波 短线上至少要跌到17520附近 17527 知道我说的吧 至少要跌到这个位置附近 那空单 想出的 你可以什么样 试驾17600之下 你就停一出 不出的 就等着尾盘或叶盘 我们再来处理 漂不漂亮 各位第一 空单是不是赚钱 第二 这个价格来了没有 没有来 你今天你在市场上做交易 那个就像是我拿了一副好牌 可是这副好牌 我如何把它打到满分 然后还可以加分 我如何能够做到 因为我会算牌 因为我会算 我会算什么位置 17520 这样清楚吗 这个位置来了没有 没有来 但是呢 我是怎样 12点09分 我已经发信息通知到我的 会员通知到我的家人 你相信我 你就照着来做 我对你要做出交代 对吧 那你担心害怕的OK吗 你17600 你就你就把它出掉 看 17600在这里 后来是跌破了 有没有 这里是上方的那个高点 跌下来 17600 你这边你都可以出 那你不出的 OK吗 那你就跟着我怎么样 去等17520的附近的位置 很清楚 17520 有没有 17520 17520 这边分析也是17520 我分析到位 我交易到位 而且我是提前先讲 我没有给你事后诸葛马后炮的 没有 然后呢 你自己去看 这个是下午盘开盘之后 然后呢 咚咚咚咚就来了 没有错吧 有人像我这么认真的吗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时间 晚上的傍晚的6点28分 什么叫做家人 你跟我说什么叫做家人 家人的意思是说 我会把你放在第一位 这个叫做家人吗 对吧 你的老师会在这个时间发讯息给你吗 我相信应该不会啦 他可能就给你弄一个程序化交易 然后你自己要死要活 我就是靠你自己的啦 对吧 其实程序化交易真的好用吗 不一定啦 但是哦 真正有的时候那个重点 你还是需要怎么样 你还是需要老师在当下给你做提示啊 而且最好给你的就是肯定锯马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你去买那套程序化交易要干嘛 辅助工具 真的能够辅助你吗 不一定 我现在也在也在弄一套辅助工具啊 但是这套辅助工具一定要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符合我要 我才会推啊 否则的话我就不推啊 那我宁可每天这样子怎么样 靠自己多辛苦一点嘛 这个都是应该的啦 说实在话 什么时间傍晚6点28分 你如果参加过别人的会员 请你告诉我 你曾经在这个时间收过老师给你的讯息吗 台子12的空单可以在17530附近平立出了 恭喜大家还不开心 我跟各位讲哦 这个不是我第一次转折抓的这么准 我拿出来爱线红行啦 不是 其实我常常这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市场上的投资人呢 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需要给他一些刺激啦 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不去凸显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去告诉你我的专业 我专精的地方 你不知道我比人家强强在哪里 我每天跟你静折的分析 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清楚我怎么操作 我怎么帮你赚钱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有的时候我只好就是这样告诉你嘛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最擅长的啊 因为做的好事应该的 我真的一直以来都这么认为 那好 我这边就凸显出几个点嘛 第一个什么叫做会员 对吧 好 应该要怎么对待会员 第二个什么叫做分析 真正分析到位 这个分析才能够把它结合实战交易产生那个收益嘛 如果分析不到位 那后面的东西就都不用说了 你还敢提前跟会员讲说 说应该怎么做 这个价格会来哪里吗 我跟你保证你绝对不敢啊 对啊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嘛 对吧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嘛 说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了 现在看回来 来看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台词了 我们来看一下台词 短线上我们来看一下 放大 你跟我讲说这个位置补的漂不漂亮 是不是最低的啦 是不是最低的你自己去看就好 补完了之后 现在这个价格 是不是在这个价格之上 这里就在等 懂我讲的意思吗 因为欧盘现在表现不算差 那这个后面的变化会如何 你如果有兴趣的 你就可以扫那个QR Code 那当然最好你是加入会员 跟着我们实战交易 直接赚这样比较快 这样好吧 好 这个部分讲完了 那有兴趣的QR Code 然后这个就把它扫一扫 那 如果好的优质节目 就是不是每天都是跟你歌功颂德 也不是每天都跟你解那个事后盘的 那像我们这种都是跟你讲在钱 然后通通可以对应得到的 那像这种的话 那就欢迎你就是多多支持嘛 帮我们订阅按赞多分享 然后呢 开启这个 这个扫这个QR Code 开启小铃铛 那我每天两个节目 就是在YouTube 那一个是下午两点钟 主要就是针对股市 那针对个股 针对大盘 那晚上的部分呢 我们真主要就是针对解大盘 然后呢做技术分析的教学 就主要大致上是这样 那希望大家多支持多鼓励 这样好不好 谢谢谢谢 那另外 配合公司配合金管会的要求 那我们所有的分析 所有的有价证券 包括所有的一切一切 通通都不会牵涉到 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那节目的资料就是公参考 总之我提供的一定通通都是 确实有的 没有的我无中生有 我做不到啦 所以也都不用多担心 那投资人你可以自己独立去判断 这点我相信我经得起考验 都没有问题 这样好吗 那投资本来就有风险 那我们在做的事情 是尽量帮你规避风险 我们如何能够规避风险 很简单 大盘干得懂 有技术分析傍升嘛 对吧 我什么时间 这个月初 12月初 我就说这个就是 逢高获利在出的这种盘式 那上方压力不过 个股不好操作啊 你买了不见得会赚啊 你买了赚一点点 隔天一个不小心就套在高点啊 那不好做怎么办 你个股不好操作很简单啊 你就像我一样啊 个股逢高获利出啊 那这段时间呢 大盘对应的标的来做 一样赚钱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吧 好 这个部分我们看完 看一下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我昨天再说 那我这样子在跟你讲的时候 其实你不见得有感觉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说不见得有感觉 老师 你看你这个是月线图 前面是几年 2007年 2008年 2010年 201几年 这个都是民国几年的东西了 对吧 你跟这边又扯上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你不懂 那是因为你不懂 如果你懂了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昨天我在说 我昨天我在说 我说这是一个怎么样 这是一个弯 有没有 这是一个圆弧 对不对 那这个圆弧发展到这个时间点 后面这边开始怎么样 进入了右边 这边的右边的发展 后面会怎么走 这个一定是跟这一段期间 下方的成交量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张图到底应该要怎么看 我跟各位讲 你看我这边我跟你画出来的意思 我这边画出来告诉你的是说 这个里面有人进去了 那这边为什么会有人进去 有利可图吗 你从月线的角度 你知道说这个其实根本都还没有什么涨吗 你可以现在抓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随便去抓 然后你打月线图出来看 你看有没有现在月线都还在下方的股票 你去找还有多少 我跟你讲了 很少了 少之又少 而且它确实真的是有基本面支撑 确实是有题材面支撑 确实是我看到资金有进去 而且我知道说这个地方压着不涨 其实主要跟政策有一点关系 但是后面它一定会涨 这个时候比你去讲什么科技股 讲什么科技股的基本面 这个股票 它完全不是这一层问题 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那好 我们讲完这张图之后 然后我接着我再抓了一个日线图 我说短线上现在这个位置刚好就是怎么样 守这条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位置上 是近期出现了一个好的买点 那这里买进如果它没有发动 那也没有关系 那它如果往下跌破 你短线上你就先出一趟 不会亏到什么大钱 然后下来之后 再下次出现这个低档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来介入就可以了 我跟你交代的很清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着来 这边有讲到一个重点 我专门是在教技术分析 那技术分析的一个利润成立条件 就主要就是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认同市场的一切行为 我跟各位讲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我就直白的讲 你认同市场所有的交易行为 就代表你尊重市场 你的那个尊重市场的那个 respect的那个心态是对的 你才不会出现那种 这个不合理 那个不对 怎么样 然后你会心中为了你的那个想 然后产生了那个不必要的笃性 就因为这个笃性会害了你 所以说学技术分析最高的境界是怎么样 只要有这个交易价格 我就一定认 我一定怎么样尊重市场的机制 这样子我才不会犯错 人都有劣根性 不要忘记赌就是最大的劣根性 然后呢 无名不知自以为聪明 那个就是更大的一个劣根性 其实跟赌性差不多 这个都会害了自己 这样好吗 第二点 价格与趋势的方向眼镜 很简单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他这个就跟经济景气的循环的意思是一样的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一直绕来绕去 一直绕来绕去 就跟那个faxbook 现在那个元宇宙的那个mark是一样 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但是他不见得完全相同 可是呢 他一定就是会这样的去演变 知道我说的 那这个演变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他一定是先从 他一定是先从这个迹象慢慢出现 什么叫做迹象慢慢出现呢 很简单啊 你看这边都跌啊 这边都跌这边都跌这边都跌啊 下面没有什么成交量 没有什么成交量啊 没有量代表什么 没有买器嘛 里面没有人嘛 对吧 所以说这段期间来讲 之前上方套的 这个都已经怎么样 啊 涨不上去了 就慢慢认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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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怎么样 就通通筹码就都丢回来了嘛 那丢回来了之后 这段期间筹码就一定是被怎么样 又重新收回嘛 那筹码重新收回之后 再杀一次嘛 这边的再杀下来就变成是怎么样 筹码杀的干干净净 最后面呢 怎么样 开始出现了资金动能 有人进去了嘛 对吧 那这边进去的 你认为他要干什么 对啊 这个就是趋势的演变过程嘛 这个就是趋势的演变过程 然后第三点 我们讲到历史会重演 各位把这句话听清楚 金融市场图表的涨跌 回圈表现了怎么样 人们对于市场的看法 通过对于图表的研究 可以找到相似的形态 从而找到未来价格运动的方向 这句话 这句话 这句话太重要了 这句话太重要了 通过对于图表的研究 可以找到相似的形态 然后呢 再进一步的找到未来价格运动的方向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来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呢 各位去注意看左边 我刚刚说了嘛 左边这个是已经走完 当初他的高点在这 就像是这个 这右半边 这个高点在这意思是一样 然后 你去 我们现在要做比对 我们现在要做比对 然后你看到 当他这边突破压力往上发动的时候 他的这个高点是突破了怎么样 当初的高点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为什么因为2008年之后 全世界主要的GDP贡献国家 大家通通都在印钞票啊 这么多的资金流动 难道这个价格 他不会往上创历史的新高吗 一定会的啊 现在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股市指数不是往上创的历史新高 然后很多的股票的价格是不是往上创了历史的新高 那这个价格突破创历史的新高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没错吧 那凤凰的股价为什么还没有创历史的新高 因为新冠疫情因为封城因为限制了人类的活动啊 对吧 所以现在都还在最后阶段被那个Omicron的那个那个新的病毒的疫情还在困扰着吗 但是这个快要结束了 我跟各位讲这个快要结束了 那我凭什么说这一点 我总之你记住我说的 因为我是真正有实际去了解 这样好吗 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讲啊 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讲 但是我会跟你讲 你相信我就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预期的是说历史会重演 这边的股价会往上创这个新高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我去介入 而且我介入是怎么样 确定他形成支撑 我才去介入 那后续来讲 他的价格咚咚咚咚咚咚咚会上去 这边的价格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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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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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创新高 现在股价才在多少 不到50 这边的高点是多少 109 表示怎么样 这个有一倍多的空间 历史会重演 那什么叫做历史会重演 很简单 我们认同这三点 各位听我进一步分析 这个地方当初也是高点一路杀下来 一路杀下来 一路杀下来 我说这边的阶段 下方这里的阶段叫做洗 这边的阶段叫做洗 这边阶段叫做洗 然后最后还要再给你一个破底 有没有 洗完了之后 然后怎么样 先破底 这边就给你这样往下假跌破 跌破了之后 这边才会开始怎么样 真正往上去突破 近期这一段第一次上来的这个高点 突破了之后 然后怎么样 再往上去突破第二次 这个时候就开始往上做喷发了 那你可以从这边原先的第一次上来的这个高点的位置 那这个高点的位置 你如果说凤凰的股价你去抓 就等于是这个位置 就等于是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他这边是不是也是洗 他这边是不是也是洗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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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然后怎么样 出现这个高点之后 下杀 有没有 其实这个已经要动了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后来没有动了 那就干脆直接再破底 但是破底之后 你去注意看 人去镂空了吗 这边是不是要把它看成是假跌破 是不是假跌破很简单 你就去看后面这边有没有成交量 你看这边也是有成交量 有没有 这里也是有成交量 这边也是有成交量 走势图有没有复制 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你自己去看 这个都不用我去多说 那现在差只是差在这个位置上 随着这个新冠疫情 慢慢一次两次三次 对吧 然后到最近的Omicron这个位置上 当这个只要正式宣布 Omicron他已经 最后新冠疫毒就变成是病毒了 然后全球的这个疫情解封了 人类开始动了 这个报复性的怎么样 旅游一定立刻出来 然后这边就会怎么样 直接喷出 我跟各位讲 那个时候喷出的时候 你再去追 其实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说 这边要提到的一点是说 会打牌 和你拿了一副好牌 和会打牌 是不是能够打出那个经典 叫好又叫做的 这个这种 这个讲的是什么 这个讲的是技术分析 这个是讲的人格的修为 就是这两点 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是不是能够和我们是一样的吧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有本事是怎么样 能够是在下方还没发动之前 但是我们已经能够先上车 冲出去的那一段 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其实是不敢追的 但是呢 冲出去之后 然后怎么样 拉回你也不见得敢上车 为什么 因为你 你总担心害怕嘛 那个时间点可能大盘很多个股 其实都还不见得会动 搞不好都还在成立 但是呢 他会一直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所有的股市 整体看回来 其实科技股不见得会在当时会出现 很好的行情波动 但是这种股票一定会动 我知道现在几乎这个量已经是到自习量 下跌都没有什么空间 说实在话 没有量 你要他怎么跌 那如果真的在跌 那我跟你讲 绝对是买点 如果出现这种机会 我一定把握机会 因为这个地方的成家量 不会是假的嘛 你这两个 你这两 你这两个走势图 你去对照一下嘛 这个是从 从一开始 还没有发生 然后到怎么样 酝酿期 然后到发生 然后到怎么样 这个已经快要结束了嘛 对不对 那从这个位置上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的阶段怎么样 正在准备当中 现在是standby当中 这里只要一突破 那这里就是怎样 真突破了嘛 这里一突破上去 你认为109会是高点吗 那怎么操作 才能够把它变成是 叫好又叫做 我拿到一副好牌 现在我手中有一副好牌 但是呢 因为我有技术 所以呢 我能够运用资金的优势 我能够运用 我技术分析的能力 我懂得在关键位置上 一 做价差的同时 二 我懂得加码 把收益放大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嘛 我跟各位讲 2022年 跟着我操作 你一定会大赚 那其他的真的就不用多说 我也不用再去用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绩效 那些绩效 说实在话 通通都是过往的啦 都是过往的啦 当初在今年二月三月的时候跟我听我的话 然后把怎么样 把把手中的股票 大力光什么面 什么什么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什么郁金光 什么相关的这种股票 然后把他去换成航运股的 通通都大赚啦 你看后来我都不讲航运了 那我这个时间在开始跟你讲 凤凰 其实那个意思就跟我当初二月份 那个时候再跟你讲航运 其实是一样 你现在手中套的股票 你跟着我同步来操作 我相信后面一定会再次出现怎么样 奇迹 Miracle 好 那好的优质节目需要各位的 多支持多分享 那 今天 今天心血来潮 我刚刚才做的这份资料 手中拿了一副好牌 但是这副好牌呢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拿一副好牌 好牌也要有好的 好的经验 好的方法 才能够把这副好牌怎么样 打完了之后 赚大钱 对吧 不好的牌 拿在手上的时候怎么办呢 避开任何可能发生的风险 然后怎么样 抓住每一次洗牌后 赚钱的机会 那 近的 给你看到了吗 我们有没有这个实例 你自己讲 跟你讲说大盘要拉回 然后呢 我们实际上找对应的标的 我们就是赚钱 对吧 个股我们高出 高出之后 我们在等着现在怎么样 做低接 那这个各位都看得到 那现在呢 就是今天 只要你是我的会员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间 你把会期补满一年 或者是新的会员 你加入是一年 都会有优惠 都会有优惠 另外呢 我会有六堂线上的影音课程 是免费赠送 如果以后你要上我的课程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要上我的课程 你通通要付12万8的费 那个费用 绝对要的 因为市场行情 我就是这么收费 是不是全面开放 不要 我只限三个名额 听清楚 我只限三个名额 新入会的 我只限三个名额 那你如果已经是会员了 你现在把会期补满一年 那这个就 就一定享有 这个就没有问题 我直接给你又会 那新进的会员 只有三个名额 这样好吗 到明天 明天晚上为止 那 大家自己把握机会 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 谢谢各位 你 你 小伙伙优独播 小伙优独播 看